就是走在马路上给那个 就是要饭的给他们钱 但是他们有时候会 就是给你磕头 实际上我刚才想给他钱 但是又怕 因为他给你磕头 我就怕会 就是特别好 那像这种情况 我应该怎么做 很简单 给他点钱 他从你磕磕头 并不会被磕 因为他们身上的能量 几乎已经没有了 听得懂吗 因为磕头的人 越有能量的话 你不替他背得越厉害 你会择瘦的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你给台长磕头 没关系 台长瘦得了 我去你 我给你磕头好吗 你说你背得起 听得懂吗 你把台长身上所有 几百万人的业障 你全背去吧 你很快就出事了 就是简单 听得懂吗 好不好 给人家 被人家磕一个头 好好修 小伙子要记住 年轻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等到你老头的时候 你再想想 这些算什么 这些欲望算什么 很渺小的 明白了吗 好了 再见了 再通知 再见 感谢师傅 恩 但是不保重训绩,感谢死。